老老公 嗯 前两年你也买个车呗 买那玩意干啥呀 都费钱呗 你看人家王于新家 丰田就挺好 不能买小个日本人的车 你忘了 当年小个日本人是怎么系列我们中国的 不能买 我们要爱国 那凯迪老车呢 那美国老的车也不能买 费了 这几年的美国 动不动就对我们国家进行经济制裁 那美国老的车不能买 我们要爱国 那宝马呢 那德国的车也不能买 当年八国连续侵略我们中国 火烧圆明园 打砸抢烧 忘了吗 英法美 德日俄 意大利 奥兴帝国 不能买 我们要爱国 这要这么说的话 法国的标志 和英国的路股 那都不能买了 对啊 不能买 我们得爱国 那要不咱们买个韩国车吧 那高利班的车 更不能买的 当年我们抗了元朝 那就是韩国和美国一伙 忘了 我们要爱国不能买这个 那国产车呢 国产车上面 也有外国人民 原件 知道不 不能买 我们要爱国 你就说你不想买车得了 你就说你穷就完了 你怎么要来啊 点个赞观众一下吧 妈 没有 妈 没有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又没有没有的 你除了跟我要钱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 钱到用时房是少啊 那要不咱们找你妈借点 等咱有钱的再还她呗 也行吗 喂 儿子 妈 最近怎么样 身体还好吗 都挺好的 不用惦着我们 妈 我过段时间回家看你去 要是忙就不用回来了 都挺好 妈 我最近想换到房子 有没有钱借我点呗 骗子 又找我儿子骗我钱 你跟着我儿子骗吧